邀请乔宾上台见证签约仪式 泰国中华总商会大厦 今天来参加中国甘肃泰国曼谷医疗器械及中药产业国际招商推介会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甘肃省委员会和泰国中华总商会共同主办 支持单位泰国中华总商会及各行业工会联谊会 泰国中医师总会泰中西北商会 甘肃驻泰国商务代表处 全班单位则是北京新城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卫士来自甘肃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项目 起源于1878年 西屯国际医疗 内骨接骨板 它主要是内固定 就是骨总抄的一个固定 这个是可以酱尿酸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解酒的 然后我们公司大概有30多种这样的一个中药体育产品 酱尿酸解酒超大的需求市场 这个模型非常眼熟 医用质子重乙子一体肌模型 我们的各种成药 看看这几款中药材 女性之友 这个很方便 直接配好了 泡茶就可以了 美童 已经进入我们泰国市场了 今天的会议议程 会议手册 本次甘肃代表团一共有16家企业 龙脉药材 精灵集团药业 康世达科技 科技太基新技术 门河医疗器械研制开发 西脉国际医疗 亚兰药业 肾源易养药业 2023年10月16日下午 中国甘肃泰国曼谷医疗器械 及中医药专业国际招商推介会 与泰国中华总商会 酒楼光华堂隆重举办 泰国长期以来 以制药业的高效生产力 和较为发达的医疗保健体系而闻名 该生育不仅在区域内 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而生物制药业也是泰国政府 重力推广的目标产业之一 甘肃省被认为是中华传统医学的发源地 也以奋富的中草药资源而闻名 在泰国中医药的应用渊源已久 深受泰国民众的认可和信任 泰国是中国以外第一个实现中医合法化的国家 因此甘肃省与泰国的双边合作前景广阔 未来双方的进一步合作也将持续酝酿与发展 甘肃福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 拥有分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国代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重要节点 近年来甘肃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将中医药产业作为绿色发展的十大支柱产业之一 中医药墙省建设取得了分硕成果 林丹前会长介绍到中医在泰国合法化 有23年的历史了 泰州西北商会会长虎严博士上台至此 他的佛字堂名中医中心一定也去报导过 会上林军然理事长林丹前会长虎严会长 代表泰国采购商发表讲话 并有来自甘肃省的七家企业做业务推荐 国之重器造福人民健康 热烈祝贺推荐会当天 共有六组泰州机构企业建筑合作协议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一根银针连通中心 玉璃药香跨越古今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鬼宝 是中华文明保库的璀璨民主 闪耀着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芒 中心祝愿祖国中医药强省甘肃 此次召声推荐成果分硕 太干经贸再闯辉煌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遅数段 買衣服 拿走 買衣服 買衣服 谢谢大家